爱是艰难的 爱很好啊 但爱是艰难的 因为我们去爱别人 这也许是神给予我们的最艰难 最重大的任务 是最后的考验 与测试 是最重考的工作 别的工作都不过是为此而做的准备 所以那些一切都和刚刚开始的青年们 还不能去爱 他们必须要学习 必须用他们整个的生命 用一切的力量 用积极了他们的寂寞痛苦和荣誉感的心 去学习 在学习时期 这个长久而钻住的过程中 爱 就会永远的鸣克心扉 深深的寂寞中 孤独的等待 是为了 所爱的人 爱的药医 并不是什么清新 现身 和二人的结合 那会是 怎样一种结合呢 是一种糊涂 不负责任 清算的结合 它对于个人 是一种崇高的动力 是去成熟并实现自身的圆满 去完成一个世界 是为了另一个人 而完成的世界 这是一个艰巨的 不可妥协的目标 用坚定的信念 向远方召唤 青年们 应该把爱 当作他们的课业 他们工作的意义 并在集中 周遇不停地探索 垂练去使用 那些给予他们的爱 至于 清新 现身 一起结合 这还不是 他们所能做的 他们还需要 长时间地克制积累 那是最后的重点 也许 是我们现在 还几乎达不到的境界 我 在交最后 你没有下车